在介绍胃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基本的食物消化过程 而这个消化过程的主角是需要什么呢?就是胃酸了 所以很多时候胃酸不足或者胃酸过多就引发很多的毛病 首先我和大家略略说一下消化情况是怎样 当我们吃食物的时候,我们口腔开始咀嚼 咀嚼的时候就有口水、脱液、分泌出来 里面有酵素,这个酵素就帮助消化部分的淀粉质变成双糖 咀嚼完之后,我们就吞热了 吞热过程就经过食道去到我们的分门 即是胃和食道之间有一个开关 我们叫它自动门 这个位置它就会放开 这个已经是部分咀嚼完的食物 就会经过这里进入胃里面 在胃里面继续它的消化过程 而胃的消化是需要胃酸的参与 胃是专消化蛋白质 它里面有蛋白酵素,所以可以消化部分的蛋白质 而这个消化蛋白质的蛋白质消化酵素 是需要在很低的pH值才能发挥作用的 这个pH值大约是1.3% 在一个很酸很酸的情况之下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胃酸才能消化这些蛋白质 那么强的胃酸很多时候 你会想一下胃会不会被它侵蚀損伤呢? 其实因为这个胃酸有胃的保护膜 这个胃膜是有保护作用的 所以它强的酸都不会侵蚀到胃膜 但是如果胃有損伤或者是你吃硬的东西 不消化它发損了 那这个損伤就会引致胃酸侵蚀 令到你会有胃肾瘀 甚至会胃穿孔的出现 所以这个胃酸是在胃里面 正常之下是不会侵蚀你的胃壁的 因为有保护作用 如果损伤呢 那就会恶化到胃出血 很多症状都会因此而发生的了 那接着我们的食物 在胃里面 完成了部分过程 就会继续去到那个十二指肠那里 继续去其他的消化过程 而在十二指肠 它的胆管、胃管的开口 都是在十二指肠那里的 所以那里除了接受胃液出现 还有胃液、胆液 在这个地方进去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消化管道 胃壮分泌的胃液有很多种的消化酵素 它经过肿胆管去到十二指肠 就将淀粉质、脂肪、蛋白质这些消化 那你了解了基本的消化过程之后 那究竟胃酸它的功能是有什么呢 因为它在胃里面 是最主要由它去帮助消化的 胃酸它有几样的用途 第一它是将蛋白质分解 让我们人体可以吸收 而且可以将食物里面的细菌 它刷死了它 第三就是当我们有食物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胃酸就会出现了 胃酸出现它就会触进 胃液、肠液和胆液的分泌 是让这些在十二指肠继续去完成它的消化过程 还有它可以对小肠的吸收铁和钙有一个触进的作用 同时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和腸道感染 既然胃酸那么容易帮助消化 那在什么程度之下它会分泌出来呢 有三个程度 第一就是食物的视觉上会刺激到胃酸的出现 比如说你看到全桌都是食物摆到 你自然胃里面就能反映胃酸的准备出现 还有有时你不用看到食物的 你想像某些食物 你的口都会有酸的感觉和胃酸都会出来的 比如说你想想切开一个柠檬 你找一条来抹一下它 你不是真的做 你想像这样你抹一下酸的柠檬 你的口口已经觉得很酸软 有时牙膠也会软 而在这个情形 这是外面的感觉 胃里面胃酸已经出来 而这个分泌量是佔你胃酸的十分之一 第二样什么时候分泌呢 当然食物在胃里面刺激了胃壁 就会有发分泌你的胃酸 这个时候分泌的胃酸是佔总量的三分之二的 那接着这些团食物消化了一部分之后 继续经过幽门就去到十二指肠了 当它一去到十二指肠的时候 它的十二指肠就会因此抗张 而这样也会触进胃酸分泌多一点的 但是量不会是很多 那么胃酸和消化过程我们了解之后 那你下一次就会听我介绍的 就是胃酸分泌过多个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希望你们继续留意收听